注意看 孩子一开始还不停的挣扎 可自古的湖水让他的动静越来越小 一名路人看到后冲上冰面想要救他 却同样跌落湖中 事情发生在一树人工湖中 两名孩子在冰面上玩耍 他们一开始还比较谨慎 只在湖边的冰面上玩耍 可玩了一会儿后 两人中的哥哥貌似胆子更大一些 不停的向湖中心滑去 马上就要到达薄冰区域时 哥哥突然回头示意 让弟弟回到岸边上去 看着弟弟回到岸边后 哥哥也已经来到了薄冰范围内 可能是前面后视的冰面让哥哥有了信心 突然站起身向对岸重举 仅仅一步就让冰面破灭 哥哥直接掉到冰窟中 弟弟看到哥哥漏水 就想走上冰面去救人 但要担心冰面不结实 他选择回到岸边呼救 看着湖面上时隐时见的哥哥 他绝望地躺在地上 含着哥哥的名字 就在这个时候 有三个路人听到了动静赶过来 赶来的是三个在周围散步的老人 冰面无法承受成年人的重量 大家只能放弃走过去救援的方案 开始四处寻找工具 可是在这附近并没有合适的东西 注意看 孩子一开始还不停地挣扎 可刺骨的湖水让他的动静越来越小 整整四分钟过去了 大家眼睁睁地看着冰窟里的孩子 挣扎的幅度越来越小 已经渐渐看不到孩子的头了 结果带着危机关头 过来了一个男人 只见他脱掉身上的衣服 直接向孩子的冰窟跑去 可冰面无法承受成年人的重量 没走几步脚下的冰面就破了 可他没有放弃 选择爬在冰面上前击 岸边的人也找来了一根木头 扔向了冰窟中的孩子 希望他能抓住浮在水面 不过这时 落水的孩子已经没有了任何力气 不浮在冰面上的男人健壮 加速向前方爬去 他很快就到了冰窟附近 男人试图用木棍带钩子的一面 将孩子拉到自己的身旁 可他不管怎么拉 都无法将孩子拉到冰面上 眼看着落水的孩子没有了动静 男子索性进入冰窟 企图将孩子抬上冰面 第一次尝试失败了 因为孩子的衣服早已经湿透 让男子有点吃力 男子只能将孩子扛在肩上 推到了冰面上 而岸上的市民也找到了救援的工具 他们合力将绿化带中的水管拆掉后拔出来 另一面男子拿着管子 走上冰面向他们走去 可在他爬湖边缘的一块大石头石 脚底打滑掉进了冰水中 冰面也被破开 他索性站在冰水中向前走去 在尝试了多次后 终于将管子扔了过去 被困冰窟的男子用木棍勾来了 这根救命稻草 然后将管子绑在孩子的身上 岸边的市民极心协力拉着管子 终于将孩子从冰面上拉到岸上 幸运的是孩子还要意识 中人立马将孩子送往医院 孩子得救了 而冰窟中的男子还留在湖中 而且岸边的市民通过对话 明显可以看出 男子已经有些体力不支 赶来的民警拿来了一根绳子 他们将绳子绑在木棍上 将冰窟中扔取 被困冰窟的男子 已经被冻得浑身发抖 他接住扔过来的绳子 经过众人的帮助 留在冰窟的男子 也被救了上来 这个落水的孩子 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 遇见搭救他的好心人 但这样的幸运不是次次都有 希望家长可以告绎孩子 千万不要让孩子 独自一人来到危险的地方玩耍 否则后悔的时候都晚了 让我们为热心的市民点赞 也让我们长按点赞两秒 宣传热心市民的事迹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在监控镜头下 我们可以看到 一名黑男子抓住司机的衣领 伸出拳头 恐吓司机快点开车 司机拒绝后 却被黑男子重重一拳 砸在司机的胸口上 黑男子为什么可以如此猖狂 而司机为何会拒绝开车呢 证明黑男子上车后 便醉醺醺的告诉司机目的地 出租车司机便开车前往目的地 从监控中可以看到 车子没开几分钟 黑男子便要求司机停车 告诉出租车师傅 他要去买点东西 让司机在街口等他一会儿 在便利店的监控下 可以看到 黑男子来到便利店 向店员购买大量的香烟 便利店店员给黑男子打包装好后 等黑男子付钱时 黑男子却拿到装香烟的袋子 扭头向门外快步走去 店员察觉到不对劲 因为从他的角度 可以看到外面等待的出租车 立马追了出去 等待乘客的司机 看到黑男子回来时 手中提着一个白塑料袋 坐上了出租车副架 而且迅速关闭车门 上车就催促司机快点开车 司机以为乘客着急 也没在意 可正当他启动出租车 准备出发时 车外突然出现了一名女子 拦下了他们 并朝着出租车喊道 你不能离开 出租车司机虽然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可他觉得这件事不对劲 于是停车靠在了路边 随着司机停车 女店员迅速走到副架时位 拉开车门 让黑男子将东西还回来 否则就报警处理 黑男子气焰嚣张 没有丝毫愧疚 一把推开女店员的手臂 又快速地关上出租车门 虽然车内的光线很不好 但司机依然能看出 女店员面对黑男子的恐慌 这让司机觉得 他更不能带黑男子离开现场 而出租车司机不开车 女店员也拉着他 不让黑男子离去 让他有点慌张 黑男子离开副架驶位后 一脚将女店员踹倒在地 还威胁他说 你这样拉着我不放 是不是想搞事情 面对黑男子的威胁 该次提出了要报警 黑男子只能作罢 扭头坐上了出租车 催促司机马上开车 目睹了一切的司机 果断拒绝了黑男子的要求 黑男子还威胁司机 你开车带我离开 你就不会有事 司机拒绝黑男子说道 你下去将事情解决 我在开车带你离开 此时黑男子急于逃离现场 恼羞愁弄地挥出拳头 再一次威胁司机 你现在开车就什么事都没有 你如果不开车的话 等一下你就要有事 监控中可以看到 女店员一只手拿着手机 站在出租车前报了警 随后又一次拉开车门 蹬着黑男子的面 请求司机不要开车离开 面对女店员的求助 司机按下了手杀 告诉女店员 我不会走 我等你们事情处理完 我再开车离开 面对女店员的报警 和出租车司机的不配合 黑男子有点慌张 坐立不安 突然他拿走司机 放在副驾驶的服务资格证 朝司机大声喊着开车 见司机无动于衷 黑男子说道 你不开我开 几个人在车内的吵闹 引来了不少路人的围观 而在出租车前方 女店员一边请求路人帮他报警 一边使用手机拍视频当证据 女店员举动 引来了更多的路人 黑男子眼见路人越来越多 顿时急眼了 一把抓住司机的衣领 朝着司机大吼 快点开车 出租车司机无视男子的话语 司机油盐不尽的样子 耗尽了黑男子的耐心 他一拳砸向司机的胸口 面对失控的黑男子 司机悄悄的按下了紧急求路线 黑男子却下车绕过车身 走向驾驶位跑 司机意识到他想躲着逃跑 立马锁住了车门 黑男子没有拉开主驾驶车门 又向副驾驶走去 而挨上一拳的司机胸口发闷 双手无力 为了避免在车内发生打斗 司机打开了车门下了车 黑男子抓住机会冲向主驾驶位 但司机下车前已经熄火 按下了手刹 还拔走了车钥匙 黑男子无法启动车辆 他要看到司机腰间的车钥匙 就下车和司机抢夺 两人在车外周旋 很快直奔巡逻的民兵收到了消息 赶到了现场 和司机一起堵住了黑男子 几分钟后 民警赶到将黑男子带走拘留 让我们为见义有为的司机点赞 这期视频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见